中文字幕君 Good morning everyone 大家早上好 我是Alan 今天是星期天元宵节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今天去参加群里的群跑 我的计划 如果按照课本要求的话 是27K的long run 但是我这个礼拜缺课了 我缺了6K的15到半码的码数跑 按我的训练计划的话 这个速度要在四分左右 差个上下五秒左右 还是有难度的对我来说 因为休息了很长时间 耐力方面基本上都恢复的差不多了 但是速度因为考虑到腿伤吧 我一直没有做很多的速度训练 所以今天这个半码速度的跑 对我来说是有一点挑战的 而且我打算把这个半码速度放在后半层 可能更有一点难度 另外的话 希望那边就是 我们的训练场地 那个地方我们称作龙珠会 龙珠会那边的场地 我不知道是不是清理干净了 如果清理干净了 路面很干 那应该不会很滑 我们今天还准备做元宵 我们上海人 尤其上海本地人的话 喜欢做一种东西 我们叫园子 可以是肉馅的 菜馅的 菜肉馅的 芝麻 我们叫黑洋薯 或者豆沙馅的都可以 我们已经买了一点现成的各种田馅了 然后我们自己打算做那个咸馅的 尤其是那种我们上海人喜欢吃的季菜 不知道有没有人到 还是我是第一个 衣服装的 糟糕了 我好像忘了带样东西 要不没带 开跑 你跑一圈看看 这穿的比较少 有点冷 要跑起来 刚才把手表 重新带了一下 直接露在外边 永远比较方便一点 比昨天好多了 跑了一圈没有看到其他人 这双鞋有点顶大脚趾 路面还可以 不是红花 想去哪里去哪里 脚步不能停 健康多运动 跑步多快乐 呼吸新鲜的空气 拥抱的自然 每天处处寒 告别要健康 随时都有一个好心情 跑步要坚持 有个好心态 习惯运动的生活 健康的规律 有个好身体 万事都开心 红花 雪 在每个人都开心 每个人都开心 我都开心 快就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周的训练情况 礼拜一是补上一周的课 然后礼拜五和礼拜六 因为天气原因没有办法完成 但是礼拜天的话 就把所有的课都补上了 整个跑量是大概147公里 然后所有的速度训练也都完成 所以这周基本上是算是超额完成 尤其是今天 今天原本打算跑一个27公里的长距离 后来因为碰到一个跑友 在他的配速下 我跑了16K的马术 另外还跑了一个6K的半马速度 当然这都是以300作为标准 通过这一周的训练 我基本可以确认 长距离的耐力基本恢复 配速方面呢 勉强达到了破山要求 但考虑到波马的赛道 没有255的话破山基本不可能 所以还是需要再接再厉 另外有一点 今天训练量有些超了 因为人一多 大家都鼓励就容易超肛 下次还是要注意一点 伤痛情况的话是这样的 今天我发现 Pure Booster这双鞋好像变紧了 我两个大脚趾都要被他谋杀了 左小腿的肌肉有一些轻微的疼痛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训练当中的正常现象 但是也是要注意及时养伤 右边的国神肌和梨状肌 在后半层马速和半马速时 有明显的疼痛感 训练后开车回家时 发现右边臀部坐一小会儿 就开始发作 需要加强治疗 以上就是我这周的训练情况 和本期的全部内容 谢谢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